每一次转回都是神的恩典 永永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神明发光 今天来读诗篇第八十篇 这首作品也是亚萨后裔的一首祷告诗 背景和上一篇作品有点类似 那时以色列遭到入侵毁坏 百姓们四处逃难 在这黑暗的时刻里 诗人知道天父是百姓们唯一的希望 于是他迫切且全心全意地向天父献上祷告 祈求天父能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八十篇 诗篇 第八十篇 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 求你留心听 坐在二基路坡上的啊 求你发出光来 在以法莲 便雅敏 马拿西前面 施展你的大能 来救我们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耶和华 万君之神啊 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 要到几时呢 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 又多凉出眼泪给他们喝 你使林邦因我们纷争 我们的仇敌彼此细笑 万君之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 赶出外邦人 把这树树树 앞에 我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 它就深深扎根 爬满了地 它的影子遮满了山 枝子好像加美的香薄树 它发出枝子 长到大海 发出蔓子 沿到大河 你为何拆毁这树的梨巴 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 林中出来的野猪 把他践踏 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 万君之神啊 求你回转 从天上垂看 眷顾这葡萄树 保护你右手所栽的 和你为自己所兼顾的枝子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 被刀砍伐 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 就灭亡了 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 就是你为自己所兼顾的人子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活我们 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诗人说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这节经文很直白很简短 却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 我们能得救 是因为回转向神 而我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回转向神 也完全出自于天父的恩典 和他对我们的爱 亲爱的朋友 心意能更新而变化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 所能做到的 这是只有圣灵 能成就的事哦 所以鼓励你 常常借着祷告 寻求圣灵 亲自来感动我们的心 也赐给我们 谦卑和回转向神的能力 使我们回转 我们便要得救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的圣灵 亲自引导我 光照我 使我的心意 总能被分心 总能回转向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名祈求 阿们 致福你 每一次转回 都有神的恩典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